带着更强的圣灵恩高去侍奉神 因为我们上一次有解释到圣灵恩高的意思 我们上一次简单介绍就是 神以能,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冷耶稣 祂就周留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 因为神与祂同在 即是说当有圣灵的恩高的时候 神用圣灵和能力高耶稣 祂就能够有这个能力去医病赶鬼 同样我们信耶稣的人都可以有这个恩高的 以赛书内一章一到三节那里 就说到耶华的灵在我身上 祂用高高我,就叫我传好信息 然后能够医好伤心的人 即是心灵医治 以及被困绑的得到释放 所有的不好的东西,隐忍、罪的捰绑 被任何控制都可以得到释放 安慰所有悲哀的人,又有喜乐游 又有诈美衣 即是说原来神的恩高 是叫我们有能力去祝福人 我自己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那个事奉是很大的提升 我都希望训练多些人 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 每一次最后的时段都有互相按手祈祷 你发现我们每次都经历圣灵 我再讲一讲我自己如何经历圣灵 这个是很震撼性的 就是当1998年的时候,安卡来来到香港的时候 他就按手的时候,我就即时好像电流入来 即时有很大的爱 这个是很震撼性的 其实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经历 那么重点就是 他怎样看这个经历 当时我看这个经历是什么呢? 就是神原来他这么大的爱 我们可以这样经历神的 我的心里就很欢喜 就很感激神 原来可以跟神有这么密切关系 我就用很多时间去亲近神 很多时间去赞美神 我就发觉呢 就为人按手祈祷 很多人经历圣灵 并且我自己有越来越经历喜乐 也有很多人经历喜乐 事奉提升 兴起很多人事奉神 这个都是在我经历圣年充满之后 很大的提升 也都神教我很多方面 如何去帮助人 如何去教导 很多的教导 是我以前没有的 但是呢 现在我发觉 帮助人灵命更生是很快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渴慕神 每一个人经历不同 有时有些人某个经历 你不要经常说 哎呦我没有这样经历 其实我们只要爱慕神 处理生命 我们的生命提升 就会越来越进入神的同在 更加被圣灵充满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的 那我们这里讲一讲 如何长期被圣灵充满 首先呢 就是对付罪 就是任何的罪 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任何不好的东西 懒惰 不结果子 都是罪 我们是憎恨罪 所以上四年充满 但只是追求自己得到享受 那这个已经是罪了 就是我们不是追求自己享受 我们是想祝福人 那我们心只想自己得到什么 那这个已经是罪了 第二就是圣经 因为圣经是神的说话 是很多宝贵的应许 亦都给我们能力的 那有时候 有些灵恩的圈子 他们就讲圣经 讲得很少 就是好像 好像飞机场那样 就是 在飞机场一下子 就飞了上去 就离开了经文 就全部其他同经文无关 那我觉得 就是好像 我们有圣灵就可以了 那这个其实是错误的 圣灵是叫我们更加 跟从圣经 更加活出圣经 更加深信圣经的应许 所以我们想圣灵充满 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跟从圣经 并且欢喜圣经 那第三就是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要很信很信很信 那我就被圣灵充满 其实呢 是放心 我知道神很想充满我 有时候有些人祈祷 神来你在哪里 你快点帮我 神来你快点来 为什么我这么久都不来 那这个其实是缺乏信心 因为他觉得神很远 其实呢 神是很想帮我们 很想祝福我们 所以呢 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可以怎样呢 神啊 其实你在我前后 还原我 按上我身上 你很想祝福我的 我一旦相信你 我亲近你 我喜欢你 欢喜你 你就充满我的了 这个就是信心了 你很想充满我的 你很想祝福我的 而不是说 神啊 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 就是不用担心的 信心越是相信 越容易充满的 我每次祈祷 其实我都这样 因为圣经说了 我们亲近神 神就亲近我们 神就欢喜了 所以我亲近神的时候 我每一次都说 我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哈利多亚 多谢耶稣 我很开心 真的神欢喜 我又开心了 那么我随时随地 都可以经历圣灵 这个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 是不难的 只要我们肯用时间 天天去感激神 爱慕神 神的灵就会越来越充满你 也都在做其他事情 除了灵修时间祈祷之外 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都时时想着神的恩典 神的爱 整天想着耶稣 赞美耶稣 欢迎耶稣 其实一个祈祷很简单 就是喜欢耶稣 我自己 我时时 我一路就算说信息 我都喜欢耶稣 那已经是有神的同在 已经是圣灵同一齐 接着就是祷告 这个圣灵充满很重要的就是 长时间 整个思想意志感情 整个思想认同 神是最好的 我认同圣经所说是对的 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以及我决意跟着耶稣 我决意不将我的心放在世界 虽然我要负责世界上的事 我有什么职责 我要负责 但我不是挂着世界 我不是被世界牵引着 我是挂着神的事 那神就起愈了 以及感情 很多人觉得 神又看不到感情 其实我们看不到神 但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 神的应许 神给我们这么好的应许 第二 你可以经历圣灵 每一次祈祷 可以经历圣灵 每一次祈祷 可以经历圣灵 即是说你一祈祷 觉得平安兴散 你赞美神觉得平安兴散 已经是神同在 那你就说 神真的回应我的 神真的跟我一起的 我越来越被圣灵充满 你有这个感情 我就喜欢神了 欢喜神 我真的很喜欢神 因为我真的深信 我们所有的好处都在神里面 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并且他已经给了很多 他日后亦都给了更多 一日都有神的同在 我也知道 我们为主做的 永远赏赐 亦都在天堂那里 再没有忧愁 没有烦恼 没有疾病 在那里 完全的喜乐 和充满爱 我想到这些 我说 有没有一个人这么好呢 我太太是对我很好 但我太太给我的祝福 其实很大 不过与远不及神给祝福 神的祝福是很大 所以我会感激神 喜欢神 我和太太太很深的感情 我和神的感情更加深 我更加喜欢神 因为神是一切恩典的来源 我希望大家深信 就算我们手 我们手 我们脚 眼耳口鼻 所有内藏都是神给的 所以我们就欢喜神 你越欢喜神 神就充满你了 你日日都长时间 一路赞美神 欢喜神 多谢耶稣 祈祷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 神快祝福我的家庭 祝福我的丈夫太太 我的孩子 我的工作 神祝福祝福了 祝福了 祝福了 反而不是很大经历神 但是我们时时感激神 讚美神、愛神、歡喜神 你就越來越能夠經歷神 這裡有幾個人 當你祈禱你可以經歷神的平安、興省、喜樂、愛 有祈禱的經歷 請你舉手,有祈禱、有經歷的 任何經歷 希望你欣賞這個是神同在 所以我就歡喜了 我就喜歡神了 現在都這麼好 何況將來億萬倍的神的同在 我在那一次的經歷 那一次的經歷 通常是這樣的 第一次強烈的經歷 經歷聖靈 有時未必會重複 有時會有時未必會 那一次的經歷是真的很震撼 是沒有重複同樣的經歷 是很強的 但我知道在天堂會更強 所以我是很嚮往將來去到天堂 所以我心裡是很喜歡神 很感激祂 好了 這個是思想意志感情 大家留意這個就是魂 神和心靈 整個靈魂 凡在我裏面 都稱眾祂的聖明 在祂裡面喜歡神 神啊 你真是好 感激祂 讚美祂 整個人用長時間去感激神 愛慕神 你就會越來越被聖靈充滿 如果我們個個都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一起祈禱的時間 聖靈的同在是會比以前更加強的 我希望我們個個都保持 我們個個都保持 我們一起祈禱的能力是會很加強的 我想問一下這裡 有幾多個人呢 你是很想 很想 每天都用時間去親近神 讓聖靈更強充滿你有幾個照片 OK 非常好 好 放下手了 有幾個真的正在做的 請你舉授 都很多個 感謝神 感謝天父 那都希望大家 一方面看聖經 思想聖經 一方面愛慕神 日日用長時間去讚美神 愛神 這樣你的生命 會提升 有幾個發現這樣親近神 你的生命不同了 舉授 改善 不是變差的 改善的 有幾個 我希望大家看得到 真是改善的 非常好 這個原來長時間 愛慕神是對我們很大的幫助 還有第五 就是渴慕 很想 這件事比一切更加重要 我知道 有些單身的人 最想是最想什麼 快點找到一個 配偶 快點結婚 最想最想 如果神配合的 不是錯的 不過這件事 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件事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聖經大學 有一班人坐在一起聊天 說到耶穌快要回來 那時候有個女生說 她說 耶穌快要回來 我就想快點結婚 她說到 她想快點結婚 她覺得 在耶穌回來之前 她想做到的事情 一起結婚 我希望大家 這件事不是一定錯的 不過 我們希望 我做到神的吩咐的事 榮耀神 在耶穌回來之前 帶到更多人信主 帶到更多人愛慕神 遵從神 這個更加重要 所以渴慕 很想被四年充滿 和獻上生命 很想把生命給神 神就祝福你了 你有的困難 你越看著那些困難 你就越多問題 但你越看著神的恩 你的能力越大 你的困難越小 會縮小 你就會不介意這些問題 接著第六 處理生命 處理罪 負面思想情緒 抑鬱 潛意識 因為如果不處理 人們經常都不開心 激氣 容易發怒 一定不會被四年充滿 它裡面是被怒氣充滿 被抑鬱充滿 所以你想四年充滿 一定是處理生命的 然後第七 就是按手祈禱 和聖年充滿的祈禱會 是有幫助 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有些人很喜歡找人按手 但他自己又不祈禱 又不處理生命 這樣的時候 他不會被聖年充滿 所以這個 只是一時之間 如果有人參加過聖年充滿聚會 你犯了一件事 按手的時候 很強烈 接著聚會員開始減弱 出門口又減弱 回家又減弱 是在乎我們有沒有保持 所以只靠聚會是不行的 但有很多人經常追聚會 他就很想在聚會那裡加強 不過加強完又沒有用 沒有使用 結果只是一個經歷 覺得很舒服 有點像吃鴉片 總之要去充電 覺得舒服 因為聖年充滿不是為了充電 是為了祝福別人 我們又看看聖經裡面有強烈恩高的例子 還有一些不是聖經裡面的人物 聖經中有摩西、薩姆爾、彼得、保羅 還有其他的 不過我都說了那麼多 都有強烈的恩高 摩西呢 他手裡拿著兩塊法板 下西那山的時候 這個《出埃及記》三十四章二十九節 他不知道自己面皮恩耶奧華 跟他說話就發了光 嘩! 真的很厲害 我也很想當時的以色列人 看到摩西發光 不過我更想做門徒 就是耶穌時代的門徒 可以看到耶穌更好 因為他這個只是外面的榮光 因為後來都慢慢這個榮光退了 那麼這個真是一個很強烈的神的同在 以至會發光 聖經中有一個人物 講到這個人物呢 是有特別的榮光的 是誰呢? 司提反 在他快要死的時候 被人扔死之前 他就看到他的面貌好像天使一樣 這個也是 所以如果我們有機會殉道 可能我們都會那時候 他的樣貌變成天使 我們不用懼怕 那時候是榮耀神的 人算什麼 神居然這樣祝福我們 可以面皮發光 有時候 其實有些人有聖靈恩高強 你走過去已經覺得 你站在那裡 已經發覺有種力在推動 就算我只是按手 你們領聖餐時 我也發覺有力量在推動 聖靈的臨在 就是我們可以追求的 然後撒母義記上 十章和十九章 就說到撒母義 原來他也是 時時被四年充滿的 他是 就是訓練人 這個我就有撒母義的心 他找了一群先知 這群先知當然未必是 立即是先知 他是訓練他們 慢慢建立他們 並一整天跟他們親近神 我們一起讀 俗語記上十章五節 你到了聖的時候 這個撒母義跟蘇羅說 必遇見一群先知 從憂坦下來 前面有古失的 激古的 吹笛的 彈琴的 他們都受感說話 他們應該不只是奏音樂 應該在敬拜神 受感說話 原來是說語言 即是一路被聖靈感動 一路說語言 也可能講謊言都未定 第六節 耶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 你就與他們一同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新人 他跟撒母義說 你去到那裏 你去到那裏 聖靈就會大大感動你 就受感說話 你要變為一個新的人 這少頭臨到你 你就可以趁事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蘇羅轉身離別 撒母義 神就賜他一個身心 蘇羅到了那山 有一群先知遇見他 神的靈大大感動他 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這裏講到 很特別 聖靈欣高的功用 耶華的靈大大感動你 就與他一起受感說話 就變為新人 改變 這個少頭臨到你 你要趁事而做 因為神與你同在 神是無所不在的 四位都有神的同在 所以這裏講到 不是一個普通神的同在 是一個強烈神的同在 這個少頭臨到你 你要趁事而做 你應該做的事 因為神與你更強烈的同在 他雖然沒有說更強烈 但很明顯那裏是神強烈的同在 你就要趁事而做 趁近神 讚美神 譬如有些聚會 或者我們一起祈禱 當你經歷聖靈 你就趁事而做 你就多愛慕神 你就不可以那時候 你只是在這裏 待會兒又聊天 如果你幫助人 是可以的 不過你又沒有聊天 這樣就阻礙 凡是有聖靈的聚會 我們投入祈禱的時候 你就投入祈禱 我在經歷聖靈的喜樂那一天 我 那個聚會 祂和我按手 我有喜樂之後 我一直保持 一直在聚會 一直愛慕神 一路的喜樂 一直湧流 聚會完了 我仍然保持 因為我不想聊天 跟一齊來的人 我帶了一班教友去 我都沒有跟他們聊天 我告訴他們 我經歷喜樂 我們一起祈禱 我叫他們祈禱 回來的路程的巴士上 我都一路讚美神 一路愛神 在心底處 一路喜樂充滿 因為我想保持 這就是趁事而做 我希望大家都趁事而做 你會感受到神的同在 這一陣子 可能大家坐到聽到 已經覺得有些不同 有些神的能力 臨在你身上 在敬拜的時候 可能感受 一會在我們討告的時候 也會感受 大家趁事而做 去保持神的同在 這樣你就越來越被聖年充滿 好了 這裡講到 他說你去到見到 那些先知 就會變為新人 但是 其實這句話 是早些應驗 什麼時候應驗呢 蘇羅轉身離別薩摩爾 神就刺太一個新心 即時就變成一個新人 即是跟他聊天 聖靈的臨序 就將他改變 原來這就是神的大能 我們都希望 我們的聚會 是聖靈充滿的聚會 我希望 我們每個人 越多經歷聖靈 將來你看到新人 你都走過來跟他聊天 了解他的情況 關心他 然後你為他祈禱 他經歷到聖靈 他就會看到 這裡的人 每個人都聖靈充滿 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渴求 不要只是接受幫助 是渴求 給神使用 這樣的時候 我們跟人祈禱 他都變為新人 然後 蘇羅到了那山 有一群先知遇見他 神的靈大大感動 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說話 即是他就在講語言 或者講謊言 神的靈大大感動 他就是這一群先知門徒 因為薩姆爾帶領他們 他們時時親近神 在他聚集的地方 滿有神的同在 我都希望我們 這個地方 成為一個像薩姆爾 他們那群門徒祈禱的地方 另外在新約 阿拉利亞 他不是十二門徒之一 但他按手在蘇羅身上 阿拉利亞和被擊殺的人 是兩個人 這兩個人 薩菲拉已經死了 阿拉利亞已經死了 阿拉利亞進入那家 按手在蘇羅身上 說 兄弟蘇羅 在你來的路上 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打發我來 叫你能看見 又被聖靈充滿 他就按手 有鱗片在他的眼睛 然後他再看事情 又被聖靈充滿 保羅就完全改變 被神祝福 這就是阿拉利亞和蘇羅 然後被聖靈充滿 我們看看 一些不是聖經裡面的人物 其中一個中國很著名的 宋尚哲博士 其實宋尚哲是 傳統教會都接受的 但其實他的經歷是很聖靈充滿的 不過宋尚哲很明顯反對靈人派 其實聖靈充滿和靈人派 是否一定掛勾呢 不是一定的 不要以為聖靈充滿就是靈人派 我自己是聖靈充滿 但我不是靈人派 為什麼呢 因為靈人派有些教導我是不接受的 因為聖經沒有直接說 我又不反對他去做 不過我又不會去做 有些我是反對的 譬如有些很容易經常講攻擊 其中一個靈人派的口中的人 很多人都說 我今天又攻擊 又和人吵架 又被人解僱又生病 他就覺得這些問題和困難都是攻擊 那我就會說 其實我們聽神說 親近神、遵從神、處理生命 和神有物質關係 魔鬼是攻擊不了的 有時遇到困難只是人的問題 即是我們在世上一定有人的問題 但不代表一定是魔鬼攻擊的 只是世上的問題 那什麼情況是魔鬼攻擊呢 聖經有說到魔鬼偷竊殺去毀壞 當一個人犯罪之後帶來破壞 這個就是魔鬼的攻擊 譬如說 或者也是魔鬼引誘他犯罪 他又犯罪了 這個是魔鬼的攻擊 譬如他容易發脾氣 然後罵人 這個也是魔鬼攻擊他 但他自己本身的罪性情 然後罵人之後 關係破裂 跟其他電影子會的關係破裂 接著被排斥 或者很多問題產生 這個就是魔鬼使用這件事去攻擊他 但如果他不是這樣的時候 他處理生命 他是不會被這樣攻擊的 所以我就會說 攻擊是來自人的罪 被魔鬼留地補 或者這個人和神的關係不好 所以我們深信 神是保守愛他的人 我親近神 事奉神是不用怕的 有人跟我說過 他說你神是宣教 有趕邪靈 你因著被魔鬼攻擊 那我一聽到 我覺得不對勁 耶穌說 你去傳道 去傳呼音 使萬民在我的門徒 我就常要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那怎會更加魔鬼攻擊 因為神會保守 魔鬼想攻擊 不過他攻擊不了 就是他想攻擊 但我們有神的時候 就暫落得 這個是另一派的人 有時候是否那些牧者說 我不知道 不過那些人是周時要說的 另一個說法就是 這個家族奏座 我就會說 如果那個人繼續犯罪 譬如說 祖先又拜偶像 他又拜偶像 這樣他可以有這個奏座 或者攻擊 但如果他愛耶穌 他又聽從神 是不會再有奏座的 但有些人 他們就很擔心著這個奏座 他就會 Call of the Church 他們就會一直看看 是否你的爺爺 爺爺爺爺爺爺爺 是否哪個 哪個有些罪 所帶來攻擊 因為出埃及記有講到 他說 你恨我的人 我要追討你的罪 至乎及子,直到三、四代 但是愛我守我戒命,我要向他守若私慈愛,直到千代 問題是,如果他父親又犯很大罪,他自己又很愛神 到底神是會追討他的罪,還是守若私慈愛? 很明顯是神會祝福他,不會因為他父親的罪 不過如果他跟從他父親又這樣罵人,又這樣辦偶像的時候 他就會有這個家族就作 但是有些人就認為,是人都要清理家族就作 那我就覺得,我們可以清理家人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可以清理受他影響而犯的罪 而建立與神的關係的時候,是不需要擔心這個家族就作的 這是我覺得靈欣派裡面有些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他們少解釋經 還有很多人追求經歷,追求恩事 有些聚會只是經歷,經歷完就完結了 這樣就很滿足了,我們又復興了 然後做什麼呢?是沒有說的 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好像人們追求經歷 我同時也說,靈欣派做了很多好事 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因為他是更新很多人的靈命 那些人如果有聖經的根基 他們去全人福音,建立人的靈命 那他們就祝福人了 但如果他只是在經歷 有些人真的一有聚會就參加 那每次都很充滿 那他們就以為我正在復興 他們也是這樣說的 他們說,很大的復興 那些人經歷了很多 那就是這樣叫復興 其實,聖經沒有說到這樣是復興的 復興是真的人愛神,遵從神 全人福音,建立人的靈命 這個才是復興的 那如果他是一個聚會 他靈命更新,他是復興 不過如果他靈命更新 之後沒有改變 就只有一個純經歷 所以這也是有時候靈欣派的問題 那我也承認 靈欣派是有很多的幫助 是有很多的益處 不過也有時候 本來的益處可以更大的 不過他有時候沒有做到 也有時候因為少用聖經 就變了有時候教導比較怪異 我試過聽 這些不代表是所有靈欣派 有些是這樣的 我試過參加他一次的聚會 那這次的聚會 他的講道是什麼呢? 講道約瑟 他就講一個主題是什麼呢? 你受不信者的禮物 你是會受就座 我聽到已經覺得很奇怪 他說約瑟受了法老王的禮物 為什麼呢? 他立他做宰相的時候 把印給他 他就說他受了這個王的禮物 所以他受就座 所以後來他說 我這個占卜的杯 給他的弟弟 拿去 比亞文 Benjamin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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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亞文拿去他的占卜的杯 所以 約瑟就做了占卜的人 這個真的很有問題 因為 約瑟是不是他用這個杯 他這個杯 可能他只是一個 當作假裝是埃及人 所以他就說這個占卜的杯 因為他真的做了占卜 這個人就說 他真的做了占卜 所以你們不要受不信的人的禮物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有問題 我們一生都受我們父母的禮物 我們到處都 生日的時候很多人送禮物 即是說 這些禮物如果是不信的人 都可以帶來咒作 他就是這樣 並且他們就做一些錄音帶 經常在這裡趕邪靈 他們說你放在家裡就播 由早播到晚 家裡的邪靈就會趕走 我又覺得很奇怪 為甚麼會這樣 應該跟神的關係密切 不用經常趕邪靈 有時有些是會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些聚會 不要聽到那些說話 一定會覺得是對的 其實我覺得 令人派的好處 是多於不好處 他的好處是多於不好處 不過我都給大家知道 有時有些錯誤的地方 我要分辨 宋上節很被聖年充滿 但他很明顯說 我不是靈人派的 但在現代的人來說 他是靈人派 在傳統教會 他是靈人派 不過他們又不敢說 他是靈人派 因為很多人都接受宋上節 但他的行為 他就覺得是靈人派 他是42歲 很早就適奴歸主 他是有這個痔瘡 動手術 但是動手術 他又不夠休息 又去四處走 之後 那個痔瘡一直都不好 就越來越差 後來他在聚會中 一直流血 又起不到身 坐在廣道 最後的時候 很嚴重的情況 後來他也要停止他的事奉 然後他後來就離世 但是他那十五年中 他短短的生命 他震動中國和南洋不同的教會 很多人信耶穌 以及很多今世信耶穌的人 都是送上節帶領信耶穌的人的後代 即是帶領信耶穌的後果 他是真的帶來很大的祝福 他經歷聖年充滿他的形容 他是聖年十多次 好像水囂灌在他身上 他就很大的悔改 主向他顯然 叫他改名為若汗 全身的骨和內臟喝得很痛 令他明白 與主同釘同死 宋上節他很強烈的經歷 他在聚會也很強烈的經歷 下面一個是于力公 他是創辦工人神學院 已經離世了 他就見證 他有一本書 他寫了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宋上節有一本書 是他的日記 叫做《零力雜光》 好像在網上也可以下載 大家也可以下載 零力雜光 還有你下載宋上節的文件 你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件 於力公 他的老師說 不是於力公 那時候於力公是小時候他的老師說 當他進入宋上節為病人祈禱的房間的時候 感覺到神的榮耀充滿房間 好像進入魂霧之中 他馬上就立刻有一種悔改的心向神認罪 於牧師見證 他一晚聽見很烈風的大聲 原來一千五百人在同聲討告 而這個聚會組織了五十三個報道團 他這個真是很有果效 他不只是經歷聖靈 他是叫人悔改 信靠耶穌 然後組織報道團 四處去傳道 其實他其中有一些見證 說到他在傳道的日子 後來日本人打仗 有時聽到日本人的轟炸機 炸彈聲音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聚會 但他依然勇敢地作見證 史其生是另一個人 他十歲的時候 右邊就是史其生 有些敵言 敵言有些散文 大家可能都聽過 他說那時是一個橫皮的小孩 家人帶去宋上節聚會 他無心聽道 但是宋上節指著他 這就是他領受先知性 有些人說 現在在這個時代 我曾經見過一個人 和一個牧師 一個傳道牧師說 他說我祈禱聽到神的聲音 這個牧師即刻說 不會的 在這個時代 再沒有聽到神的聲音 即是否定他的 這裏就講到 宋上節 他是不懂得史其生的 小孩子 十四歲 他就指著他說 拉小孩子出來 你死了 你臭了 宋上節那些講道 是很激的 他這件事不是 他不是整個生命 都是全然跟從神 他用的方法 很多時候是罵人的 他是律法很重的 不過他依然是一個很跟從神的人 即是神都使用他 不代表他每一件事都做得對 他真的罵人 你死了 你臭了 主吩咐你出來 史其生就覺得有強烈的光照之下 看見自己的污衛 悔改信主 在日本侵華的時候 他四處隨走隨傳 後來建立了中華海外宣道會 這就是史其生所做的 這都是一些人見證 關於宋上節的見證 就是他怎樣被神使用 他的聖年充滿帶來的果效 事實上他有 知識言語 知道史其生 他也有見到異仗 祈禱那些人會有跌倒 在房間有魂霧 如果這些事在今天的傳統教會 都會說這些是靈欣派的 不過宋上節就說 我不是靈欣派的 另一個人就是傅耳曼 他的聚會有二百萬的神職 而他很特別就是 經常講到神的親密 和神親密的關係 很多人在聚會感受很強烈的同在 神的強烈同在 他將榮耀歸給神 強調不是自己的能力 而是完全依靠聖靈的 英文是Kathryn Kuhlman 他很多時候說 你不要令聖靈擔憂 不要令我的聖靈擔憂 他說得好像聖靈就是他 因為他和聖靈很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他的講道和很多靈欣派是不同的 他是很強調他和神的關係 而有很多在靈欣派運動的人 他只是認識聖靈的恩賜 就沒有認識聖靈 即是他們強調那些恩賜的能力 就少認識聖靈 但Kathryn Kuhlman 就很強調他和神的關係 這個Roberts Lierden 就是一個人 在他小時候 他是創辦四十個教會 這個Roberts Lierden 和五間國際聖經大學的一個人 他寫了一本書叫《神的將領》 講了很多復興的人物 本來寫英文的 然後翻譯成中文 在傅爾曼的聚會 他看到修女本來的手是捲曲的 坐在輪椅上 傅爾曼帶領聚會的時候 這個修女的手指逐一手指伸直 發出一些辣辣的聲音 接著他就開始想走 接著其他修女就扶他起來 他真的在一個聚會走 接著Kathryn Kuhlman就叫他上台 這個是Roberts Lierden 親眼看到的神跡 是他小時候看到的 Roberts Lierden 是一個很坦誠的人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 真實見證 他也說到他小時候上天堂 他的講上天堂很特別 他說他進入生命河 普通水不會進入河裡 他說他進入河裡 那些愛和喜樂 在水裡進入他裡面 好像進入水裡 好像有些東西進來一樣 他就經歷了很大的愛和喜樂 而且耶穌就跟他玩水 把他按進水裡 他就走上來 他就潑耶穌 每次講見證 那些人就說他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潑耶穌 你夠膽這樣做 他就開玩笑 他說是耶穌做先的 耶穌這麼愛的 那我就跟他玩 他說我跟那天開始 我跟耶穌就是朋友 因為他小朋友 耶穌跟他玩 也就是耶穌跟他很親密 他做了耶穌的朋友 也就是耶穌在他心目中的朋友 而且他形容他坐在沙發上 很特別 他說你普通坐沙發 坐一輪就想動一下 你不舒服 你現在坐在這個椅子也會 坐不舒服 他就說你坐在那裡的沙發 他會跟著你的屁股的形狀 是很舒服 你不用動來動去的 是的 很舒服 他說那間屋 就是有一個人 他信耶穌 又跟從耶穌 他有很多賞賜 有一間屋 他就請了他進去 那間屋裡面 他就形容 你上網 如果你懂得聽英文 我有個群組 就是講英文的影片 你可以看一下這些見證 如果你懂英文的話 另外我自己經歷聖靈 就是安卡羅 他經常都是講廉文人的 他在 因為我在1998年 他說我按手 1999年 我又參與 他們再邀請他來 我就參與一起服侍 參與服侍的人 就可以跟他一起吃飯 即是一圍桌吃飯 有幾圍桌 不同的日子 有不同的人 我問他有很多問題 我問你怎樣可以有 這個聖靈恩高 有這麼大的能力 他說 憐憫人 我問你怎樣祈禱 憐憫人 他回答什麼都是憐憫人 他回答什麼都是說 他心裡憐憫人 在這個心態之下祈禱 他真的在聚會 我看到他 因為我試過在不同的地方 跟過他的聚會 我發覺他 有時候在球場聚會 我見過很多服侍者 在聚會服侍者 祈禱一段時間就離開了 甚至有些人都沒有為所有人祈禱 就離開了 但他又不是 他祈禱完後 他走到草地 四處去 看有誰就為他按手 以及他來到香港也一樣 他在前面按手 他走到後面的房間 逐間房間去 我親眼看著他 有兩個小孩走過來他 他又跟他祈禱 一隻手一過去 兩個小孩好像軟了 馬上融化了 馬上軟了 跌落地下 他那種聖靈的恩高 是非常之強的 好 我們這次就講到這裡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一起祈禱 希望大家都渴望聖靈充滿 因為你有聖靈充滿 你的生命不再一樣 你不一定要做傳道 我們起床 你不一定要做傳道 有些人不是傳道 你沒有被呼召做傳道 但你是見證人 我們都可以為耶穌作美好見證 我們就來到神面前 你跟耶穌說話 到底你是否想聖靈充滿你 你是想聖靈怎樣使用你 更新你 改變你 醫治你 安慰你 你來到神面前 可能你有很多問題 不過你暫時放下 你越想著問題 那些問題不會走的 但你從神得力 你有平安有喜樂 你的見證會影響你周圍的人 親愛天父 你裡面有很多禮物 我們看到那些人被你改變 整個人變了 整個人完全的改變 主耶穌幫助我們 走在神的路上 親近你 不只是知識 不只是思想 而是整個心靈誠實 整個我們的魂與靈 我們的思想意志感情 和我們的靈魂 我們的心靈 都全然的感激你 愛你 神你真是好 神你真是好 你真是好到不得了 沒有一個人好像你那麼好 你的好處超越所有的人 你的恩典超越所有的人 求主幫我們喜悦你 聖過我們喜悦最好的朋友 聖過我們喜悦我們的財富 我們擁有的一切 聖過我們喜悦我們 喜歡做的事 神阿幫助我們喜悦你 聖過一切 幫助我們走在你的路上 親近你 時事 歡喜你 喜歡你 喜悦跟你一起 學想跟你一起 想到你就歡喜了 想到你就喜歡 主耶穌當我們這個群體 全然的喜悦你 時事愛慕你 我們就會帶著能力祝福人 求主幫助我們更新我們 幫助我們走在神的路上 完全被神去改變 完全被神去更新 求主的聖靈囂括在我們身上 賜給我們平安喜樂 在這一陣子 聖靈淪在我們當中 將平安喜樂 擁抱在我們心中 讓我們充滿喜樂 充滿力量 充滿更新改變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歡迎耶穌 你一起說 歡迎耶穌 歡迎聖靈 歡迎耶穌 改變我 使用我 祝福我 加力給我 哈利路亞 這個心叫出來 哈利路亞 可能你即時感受能力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啊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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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意給神使用 我願意給耶穌使用 我願意給神改變 我願意給神提升 我願意不做懶惰人 我願意不做憂鬱人 我願意不做憂鬱人 我願意不做憂鬱的人 我願意做平安喜樂 神的使者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我們可以享受你 主啊 歡迎你 你大聲說 主啊我歡迎你 我歡迎你 我感謝你 我讚美你 我多謝你 哈利路亞 一起叫出來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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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歡迎你 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你 哈利路亞 叫出來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善美耶穌 善美耶穌 哈利路亞 善美耶穌 哈利路亞 主啊,祢的靈僥灌在我們身上 充滿我們,更新我們 改變我們,提升我們 哈利路亞,神提升我們的生命 多謝耶穌,感謝耶穌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好了,等一等,有幾個人 在正日先的時候,你感受到 聖靈的臨載和能力 有幾個感受到的 原來我們集體祈禱 都可以一起領受 神的祝福,希望大家都 用多些時間愛慕神,讓我們群體充滿聖靈的果子 侍奉神、榮耀神、全人福音 祝福大家 接著我們便會有分組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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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